最後講完公佈總貴積的聯想 要留意什麼呢? 公佈總貴積升後又曾經跌過 其實今天沒有特別重大 如果向下 即是收回9元 有貨的話 建議大家寧願考慮會否貼貼 或者原來你博貴積的話 很明顯如果向下 市場的解讀是一般的 建議大家應該要離開 向上看什麼 如果真的可以保持向上 短期看著收回1元 能否破到頂位 頂上至頂上是收回6元 雖然整體的業績也算不錯 但一件事就是晶片的供應 另外就是即使是 即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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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即使未必完全能夠轉嫁 因為整體的成本可能會上漲 另外即使是基數的問題 即使去年基數相對上比較高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家 接下來可能會慢慢的效應 會顯現出來 對它的增長 未必好像市場預期那麼強的話 向下擔心它的壓力 當然如果你要看好的話 不是說沒有的 因為整體的業務 其實它也是在做一個重整的 它希望做多一些什麼 可能是數據中心 或者做一些服務類型 做一些解決方案的業務 它也是希望展開這類型的業務 但是否真的能夠更快有一個成效呢 以及到底你要扔些錢 何時真的收回錢呢 因為特別是可能是數據中心 都是你要投錢進去做的 所以這一點要注意 特別是你去公佈完業績的未來的走向 向上的話 其實你對大家來說 不會太擔心 向上看著30元 反而就向下 如果去再79元 甚至乎之前試過那些低位 其實我記得有網友問過 以及拿著 之前這一天的低位 即5月13日 低位8.9毫 而如果失賣的話 都真的應該要考慮去Dictive Profit 那你不想全失賣 或者你真的失賣三分日 或者你吃一半 那剩下的那些 你就繼續 就是整體寧願是這樣的部署